大家好,今天是8月3日 回到明報報常買新激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看看港股 最近這兩天地緣政治影響 台海局勢 令港股跌至最低19517 技術面上當然是繼續跌下來的 早前也和大家說過 由3月份的低位引伸過來的支持軌 在上星期五跌穿 跌穿之後反覆向下 今個星期最高也是20251 昨天跌下來 今天開高一點 但技術面上仍然是偏淡 後市是怎樣? 我們最理想採取高沽的策略 暫時要重新爬上10天線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10天線大概是203717 甚至爬上紅線上 這個機會也不大 後市會不會有機會 再次挑戰回5月10日的底 191718 最理想是 蛋糕先沽 去到198 射程範圍 20,000點 更加理想 接近20,000點 也是高沽 彭花的紅色線 我們繼續看 下一步何時開始買東西呢? 其實在這些技術層面上 我們看看周線 你見到 其實是自從6月底開始 7月 反覆向下 尤其是在7月頭那一棍 跌得多 曾經 彈過上去 但過不到10個月後 慢慢繼續墜落 後市 都是相對偏淡 問題是 去到什麼位 會停低 暫時看 應該是在5月9日的低位 那個星期 191718 這個就會是支持 即是約19,000點 但是市 我不建議大家去買 我不建議 現在仍然都是採取一個高沽的策略 既然你上面空間不夠的情況之下 最理想就是 用高沽 落到19178左右 就去吃點糊 如果它再推穿下去 當然 今年最低 1235 在3月底 暫時 你不可以說市場見到底 不可以說 甚至乎 不可以說市場見到底 可以買 整個趨勢正在下跌 不買了 看看下跌到下的低位 找不找到支持 做不做到一些逆轉訊號 給我們看 否則這個勢 基本上就是 擺明是在做一個跌勢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這麼多了 有問題就留言給我 拜拜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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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